哈喽 大家好 这里是面面 今天作为一个上海人我想来 试一下西雅图这边的上海菜餐厅 因为其实我到这边以后 还没有真的试过本方菜 之前去纽约吃这家米其林 上海菜餐厅也觉得很一般 所以呢 这次有朋友给我推荐了一家 这边还挺正宗的上海菜餐厅 以后我决定今天来试一下 看看它到底是不是真的做得很地道 请快点上海鲜鱼 味道还蛮对的 一般薰鱼粉两种做法 一种是炸完以后泡在乳汁里面 然后一种是 就是泡完以后腌完再炸 所以这种 两种做法会导致两种结果 一种是脆的一种是软的 然后今天我们吃这种是脆的 感觉靠近鱼肥鱼有一点点腥 然后鱼肉稍微偏老一点 就很正宗 就稍微甜度稍微欠了一点 然后点了非常 非常传统的上海葱拌面 但是这个面的感觉不是 上海葱拌面那种 它们的质感 就是它比较粗 上海葱拌面是类似于羊春店那种比较细的面 感觉就是因为面选的不对 所以吃上去和传统的口味不一样 但是整体葱拌面是比较香的 我上次喝烟中仙是在美国纽约客的一家美心餐厅 但是他们在烟中仙里面加的香菇 上海传统的烟中仙里面是不会加香菇的 上海传统的烟中仙里面是不会加香菇的 嗯 很超级 这汤肉的就很加成 然后咸肉放在里面炖 一个特别香 我觉得在这边喝到这样的汤 已经非常的意外了 刚才跟我说 今天菜单里面有个特别的特别的 就是卸成年糕 我一开始以为是上海那种 就是苏兹塔层以高 就是浓油酱式版本的 但是上来以后发现就是那种淡淡的 年糕很好吃 意外的很好吃 比较糯 然后不是特别有嚼劲的那种 但是很香 然后它做的版本就是不甜的那种 但是我喜欢吃那种比较甜的上海口味 蟹的肉质特别好 然后它过了一遍油以后 就把汤汁都要全部吸进去了 超好吃 这个菜我真的是超级期待的 因为在这边基本上很少能看到这种 想要闪死这种菜 它上来以后感觉挺正宗的 就是一股很强烈的那种白胡椒的 白胡椒粉的气息 然后油也挺多的 因为正宗的想要闪死 我就是最后上面浇一圈油嘛 嗯 感觉咸度不是很够 但是上虎特别嫩也不腥 就是不甜 就是我之前在苏州吃 包括在上海吃都是偏甜的那种 它就是胡椒粉味到特别重 但是真的 能在这边吃到小肉上 我真的超幸福 它这个酱汁的味道挺特别鲜 然后跟这个蟹特别搭 有点像是那种上海家常菜里面的那种 清炒毛蟹的味道 我觉得吃上来它这家店总体给我感觉比纽约吃的那家美心餐厅好吃一些 但是它唯一的问题就是有些菜的甜咸度把握的不是很好 但作为一个上海人来说 我觉得这边总体的味道OK 那今天的美食探店就到这里也结束了 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记得点赞并订阅我哟 想要让几个多美食资讯 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和微博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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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